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许多人常感到自己的下背部疼痛,据医学研究发现,80%的人一生之中会为悲痛问题所困扰,但目前已有彻底解决之道,对锥肩盘进行10分钟温和的电疗,有81%的病患能够就此根除慢性悲痛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参与这项研究的罗马大学Sapienza University di Roma博士Napoli Alessandro Napoli说,针对80名曾接受物理药物治疗锥肩盘突出却无效,且腰痛长达3个月的病患将针伸入锥肩盘神经根部,持续温和放电10分钟81%病患一年内没有再出现悲痛症状。 Napoli提到,参与这项研究的80名病患,有90%避免透过手术解决悲痛问题,在经过电疗后当中仅有6%需要二次治疗,有别于传统锥肩盘突出手术疗法,空导致感染,出血汗恢复期长,这个疗法没有任何副作用,患者能在疗程结束后的一天内恢复正常生活。 Napoli指出,这项电疗法未来继续发展可帮助大量患者免去手术之苦,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这项疗法何时能够造福人群,但研究结果将会发表在芝加哥北美放射学会的年会上。 这次将会发生了这就是挺好的心理的心理的心理。 互联想想。 这终局发生了这种心理的心理。 互联系的心理。 互联系的心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